嫡姐出门一趟回来,便跪在父亲面前,哭着要与国公府世子爷退婚。 父亲气急败坏之下,也只是罚他闭门思过,连祠堂都不用去跪。 更觉得是,他那真爱竟跪在家门口,言辞恳切地求父亲成全。 父亲要让人打断那男子的腿,嫡姐拿着匕首横在自己脖子上,威胁父亲敢伤害他的真爱,他就自尽。 嫡母看着他脖子上的血痕,心疼得差点晕厥,说他娘家哥哥最疼这个外甥女。 若嫡姐有个三长两短,总而言之,他在威胁父亲,也在提醒父亲,他娘家大哥又升官,以后还得靠人家提携的事情。 父亲一张脸气得发子,最终深深叹息,把人给请进来。 前脚把嫡姐的真爱换进来,后脚国公府管事便来退婚。 当着众人的面,国公府管家狠狠扇了父亲两耳光,沉生说了两个字,退婚。 摔碎当初订婚时,特意请将人雕刻的信物。 国公府管家离开后,父亲双眸赤红,浑身发抖。 他或许瞬间清醒,得罪国公府的后果,他一个小小的从四品内阁汉林学士承受不住。 那般关系错综复杂的庞然大物。 人家前来退婚,扇他两个耳光,他连坑都不敢坑一声。 嫡母惨白了脸。 嫡姐吓得缩在她身后,她的真爱义正词严,国公府怎么可以仗势欺人。 父亲看着她没有说话,扫向嫡母,嫡姐也没说话。 又看向我和另外几个庶女,眸光落在我身上时,呼得亮起来。 她似乎恍然间才知道,她还有一个容貌出色,体态婀娜的庶女。 我瞬间读懂了她的心思和打算。 嫡女不愿意,但可以送个庶女去赔罪。 死与活她不在意,只要能让国公府消气就行。 无知又无耻,当初国公府为什么会来提亲,他们似乎忘记了。 天上吊的馅饼,他们没接住,还摔进屎坑里,捡不起来,咽不下去,还嫌臭。 她看向我,你跟我来书房。 连我叫什么都不知道,实在是可笑。 至于嫡姐和她的真爱,也被她抛之脑后,糊涂地让我怀疑,她当初是怎么考上功名,一步一步升官至从四品。 她并未让我直接进书房,而是与管家嘀咕几句才让我进去。 我听着好像是问管家我叫什么,在家中行几。 姨儿啊。 她想了好一会,才夸了句,你这名字取得好。 好在哪里她说不出来,她的脑子早已被升官发财腐蚀。 文韬五略可能已经忘干净,父亲有何吩咐? 她看着我,肿着的脸格外滑稽,说出口的话更让人啼笑皆非。 为父如今,能依靠的也就只有你了。 我沉默不语,我一点不想管她以及刘家这个烂摊子,可我偏偏陷在这个泥潭之中甩不掉这一身污垢。 嫁人是我唯一的出路。 嫡姐看不上世子爷断腿,不举,我看得上。 只要她能满足我提的条件,我甚至可以治好她。 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会医术。 所有人都不知道,在乡下庄子上,我跟人学医术,女扮男庄出去给人治病。 我见识过不同于后宅的天地,我一直在等,带一个机会,光明正大地走出去。 如今这个机会来了,父亲颇为感慨地说对不起我,却又忘记了,亲生母亲死去的庶女不止我一个。 在颜苛的嫡母手下讨生活如履薄冰。 她很多时候也要看嫡母眼色行事,才把嫡姐养得自以为是。 她以为国公府上门来退亲,这事就完了吗? 我觉得不是。 尤其是嫡姐与她那真爱的事情,她撒手不管。 她见我很是蠢笨,连阿谀奉承她的话都不会说,更不会如嫡姐那般拉着她撒娇卖乖。 嫌弃的挥挥手,让我离开,才回到小院,如梅靠近我低声,已经打听到了,那位是今年的榜眼,家中还有侯爵,她以当家做主,府中人口单薄。 如梅想了想,斟酌用词,就是外表光鲜,内力穷,金玉其外败许其中。 我恍然大悟,她为什么看上嫡姐? 嫡母的外祖家如今可是皇商,当年嫡姐能得国公府这婚事,也是那边献了很多很多银钱给朝廷。 世子爷龙张奉姿,嫡姐曾经得意至极。 年前皇上遇刺,世子就驾伤了身子不良于行,嫡姐的心思就变了。 人家算计她,她也不是什么干净的人,只能说是一丘之河,臭味相投。 小姐,我们要做点什么吗? 我抬眸看向天空,小小的一方,与无边无际毫不相干。 暂时什么都不用做,等一等再说。 第二日,国公府来人讨要当初给的定亲礼, 并直接敲碎在刘府大门口,街坊四邻看足笑话。 傍晚时分,父亲被人送回府,据说是与有人在画坊品查, 失足掉落湖中。 我猜想有人想要他的命,最后饶他一命,使他运到好,命大。 但这绝对不是结束,而是开始。 我本来想等一等,如今这番。 我深知不能再等,再等下去,人家把手伸进内宅。 我立即让如梅把我的手帕、肚兜、贴身衣物全部整理好装箱锁死, 去与另外几个姐妹说一声。 我该做的做了,能不能听见去世他们的事情。 半夜时分,嫡姐院中忽然吵闹起来,有人喊着抓贼。 我惊出一身冷汗,几个姐妹吓得脸色发白,瑟瑟发抖。 是,是国公府吗? 我摇摇头,不一定是。 即便不是,也与国公府脱不了干系。 世子多精彩绝艳的一个人,朋友更是多到数不清。 有的是人想要做点什么,去讨好卖个巧。 父亲一日没去当差,上官竟派人来赤语,又因无故不去当差,被停职。 他垂死病中经坐起,把嫡母骂得狗血淋头,六神无主地在屋子喃喃自语。 父亲,我地上一封信函,若国公府愿意见我, 父亲眼前困局可破。 若是人家不愿意见,那就一起下地狱吧。 当真,他如今就缺一块救命服务。 不论是谁,不论付出什么代价,只要不是他自己,他都可以不在乎。 他看过信函后问我,你认识的神医是谁? 快告诉为父,为父立即亲自去请他。 他想把功劳全部占取,一点点都没想留给我。 父亲,没有神医。 没有神医,那国公府到时候怪罪起来,由我一力承担。 他打量着我,想将我看穿。 更在掂量我价值几何,值不值得他去冒这个险。 我静静地等着他下决定,不催促不多言。 如果大傻将轻,为了活着我可以舍弃一切,他不能。 所以他派人去国公府送信。 国公府管家来得很快,驾驶着国公府标识的马车和护卫队。 他恭恭敬敬请我上马车。 马车内坐着世子爷秦文玉,如梅被管家拦住。 小姐,他瞧见了马车内的人,急切喊出声。 我朝他微微摇头,慢慢落座。 他们胜在有权有势,胜在底蕴身后,胜在秦文玉是男子。 可我也有拿捏他们的资本。 所以这一场较量,谁输谁赢,不到最后谁也不知晓。 刘六小姐,单名一个仪,生母早逝,年十六,未成定下亲事。 秦文玉声音淡淡说着我的过往。 呼得话风一转,国公府的探位该好好训一训了, 竟未查到六小姐会医术。 我只是好奇六小姐当初为什么不站出来接黄榜。 是嫌皇上许诺得不够多吗? 是,也不完全是。 我看着秦文玉,即便虎落平阳,风采依旧, 甚至比起当初的四亿张阳,多了稳重内敛。 我想她只是断腿了不举了,并未抑制消沉,怨天尤人。 那时候你与我没有任何关系。 你未来姐夫也不算? 她挑眉问。 刘宝叔已欺辱打压庶女为乐。 她曾大雪天,让我去池子里捞她丢下去的手帕, 让人把我丢到枯井里玩活埋游戏, 故意抓花我的脸, 又往药里放了烂脸的毒物。 我轻轻歪头,以平淡又温和的声音问她。 您觉得,我可不可以恨她? 我该不该记仇? 能不能报复她? 毁掉她在意的一切? 秦文玉不渝。 你是她未来夫君,是她炫耀的资本。 所以,我不会出手, 更不会让别人知晓我会医术。 即便被你们知晓, 我宁愿死, 也不会出手让她如愿。 有些怨恨没有树枝出口, 并不代表她不存在。 我没有去报复, 只因为我自保的能力不够。 师父说, 若我不能得到强大的靠山, 能护我周全, 绝不可以暴露自己会医术。 匹夫无罪怀必其罪, 有些本事也可能是催命符。 秦文玉默默地拿起杯子, 到了茶推我面前。 六小姐喝茶, 多谢。 马车慢慢悠悠行驶, 不知道会去往何方。 我也不知晓自己还能不能回到刘府。 秦文玉有足够的本钱将我关起来, 从此泯灭于人世间。 无人知道我, 无人记得我。 六小姐想要什么呢? 我想要钱, 很多很多的钱, 我想要自由。 谁也不能主宰我生死, 不能让我嫁阿猫, 不能嫁阿狗。 用道德绑父我, 在家从父, 出嫁从夫。 秦文玉倾笑出声。 一本正经又问, 还有呢? 来留家提亲, 给多多的聘礼, 为我要丰厚的嫁妆。 等我替你解读后, 咱们和离, 对外宣称不许我改嫁, 暗中照抚我一二。 若是你愿意, 让刘家、温家、 楚家倒大煤吧。 以得抱怨, 那不是我刘姨会做的事情, 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一旦有机会, 我也可以六亲不认。 六小姐的条件我都可以应下, 只是, 秦文玉伸手捏住我的下巴, 声音犹如玉珠落在盘中, 清脆却没有温度, 六小姐若不能兑现承诺, 医治好我, 又该如何偿还我的付出。 她手指冰凉, 捏得我下巴有些疼。 我忍不住打了颤, 若不能治好柿子, 届时任凭柿子处置。 空口无凭, 她说着收回手, 手指轻轻抹撒着, 难道是嫌我不干净? 我立即补上一句, 白纸黑字签字, 画鸭为正。 君子一言, 四马难追, 秦文玉笑着汗手, 如此, 成交。 马车在京城转了一圈, 我被送回刘府, 如眉眸中都是担忧, 嫡姐站在二门处, 冷吃着挖苦。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什么德行, 就你这上不得台面的样子, 给秦文玉提携都不配, 你呢, 只配给人家捧夜虎。 她见我不言语, 又道, 不过是我不要的摊子罢了。 我很想告诉她, 就她这副嘴脸, 即便秦文玉真的瘫痪, 她也配不上人家。 所有人都没想到, 国公府退了婚室, 隔了几日, 再次请了病人上门, 还是名不见经传地述出小姐。 父亲喜笑颜开地映下, 却在得知要巨额嫁妆的情况下, 看向黑脸如锅的嫡母。 嫡母当然不愿意, 但她的娘家, 外祖家接连出事, 她不给也得给, 咬着牙写了嫁妆单子。 国公府那边直接回说少了, 天天补补刚好是单子的五倍。 嫡母气到吐血, 将我换过去, 准备逞威风, 我身边的丫鬟比她气势还足。 一口一个奉太后口谕, 奉皇上口谕。 太后是秦文玉嫡亲姑姑。 皇上, 秦文玉穿一条裤子长大, 同生又共死过。 一顶顶大帽子扣下来, 嫡母屁不敢再放一个。 嫁妆温家, 楚家, 想来是出了大头。 嫡妾来找了几次麻烦, 都被秦文玉送来的两个丫鬟 收拾得服务贴贴贴, 没讨到一点便宜。 几个庶出姐妹羡慕之余, 旁敲侧击试探我能不能为她们相看相看。 高门大户我没把握, 重规重矩的人家, 你们不嫌弃, 我可以为你们奔走一二。 只要夫君人品好, 又尚尽, 婆母好相处, 就成。 我没有告诉她们, 如果我一直是国公府世子妃, 她们的婆母应当不会随随便便搓磨她们。 如果我不是了, 那可真难说, 出嫁的日子越来越近。 嫡姐, 嫡母想在嫁妆上动手脚, 不是一次两次, 都被秦文玉派来的人一一化解。 又逼着嫡母添了些许, 她也曾装病, 国公府的人能干到有她没她都无所谓, 依然把事情处理得井井有条。 出嫁那日, 别的出嫁女哭得伤心欲绝, 我努力了又努力, 硬是没挤出一滴眼泪。 吓人跌跌撞撞跑进来, 姑爷她来迎亲了, 老爷, 夫人, 皇上也来迎亲了, 十里红妆, 羡煞旁人。 秦文玉被人抬着扶着掺着, 认认真真跟我走完了礼。 拜天地, 先洗帕, 喝浇杯酒, 屋子里就我跟秦文玉两人, 我还没能回过神来。 皇上已经带着人闹洞房, 花样多得简直是有备而来。 秦文玉应付自如, 我全程瞪着眼睛, 张着嘴, 拖她后腿, 平日里那点机灵, 丢个干干净净。 简直是震惊她妈给震惊开门, 震惊到家了。 夫人, 今日辛苦你了。 我干巴巴地摇头, 夫人先去梳洗, 早些歇息。 我梳洗好出来, 秦文玉好像也收拾过, 斜靠在床榻内侧, 黑发微散, 唇红齿白, 眼勾勾地看着我。 我吓得往后退两步。 她刚刚那眼神不对, 她想干什么? 夫人, 祖母的人就在外头候着, 若知晓, 我们未能同她。 她老人家年纪大了, 我伪时怕她气出好歹来, 所以委屈夫人。 这是我给夫人的补偿。 她把一个锦盒推到榻边, 我扫尸了一圈, 洗房里还真没有能躺下的软榻。 行, 我真不是被补偿所吸引。 拿起锦盒打开一看, 磕磕圆润光亮的冬珠。 我想, 我应该没有那么高风亮节。 我是个俗人, 我爱钱。 秦文玉说她不起业, 睡相也很好, 不打呼不磨牙, 让我安心睡。 有那些补偿, 她一脚把我踢下床都行。 我说给她把脉, 看看怎么解毒, 她拒绝了。 行吧, 她是东家她说了算。 第二日拜见父母长辈, 我发现她不是姑婆姑母, 就是姐妹。 表舅, 表兄弟很多, 却没有一个兄弟, 也没有堂兄弟, 书拜也没有。 老祖母是我见过最好相处的老太太, 笑得眼睛眯成缝, 拉着我的手一口一个, 一压头, 喊得亲热。 跟我说, 哪个姑婆排风不好, 大家都不跟她玩。 哪个姑母运气不好, 打一次叶子排输一次, 要跟她玩, 可以赢钱。 老太太有趣得很, 我特愿意跟她待一处。 国公府除了国公也冷硬着脸, 国公夫人忙了点, 我, 秦文玉, 老祖母特别闲。 三日回门, 在刘府吃了午饭, 搬走一些我用惯了的物件, 在嫡母, 嫡姐憎恨的目光下离开。 上马车前, 我看向门口的人, 从此, 他们是刘宝, 是温氏。 他们见到, 我要行礼, 说话要斟酌再斟酌。 果然十年河东, 十年河西。 末期少年穷。 我原本想着, 国公府会很急切地, 让我为秦文玉解毒治病。 结果我提了两次, 秦文玉都以药材, 还未准备齐权为由拖延着。 要不是确定他真的中毒, 不良于行, 皇上对他是真好。 我都要怀疑他, 国公府为了打消皇上的猜忌, 故意装的。 看不懂, 看不透。 我撵了他几次都没能把人给撵出去。 说搬到别的院子, 秦文玉说不方便。 搬到别的屋子, 他又说会被人看出端倪, 那他就真的无言面对世人了。 我总觉得他有问题, 又想不出问题在何处。 且他文采斐然, 言辞凿凿地劝我打消念头, 与他共处一室, 共我一塌。 我与他说起几个庶姐妹婚嫁之事, 他还寻来不少青年才俊, 供我挑选。 国公夫人百忙之中, 还邀请各家夫人来挑儿媳, 让庶姐妹与青年才俊见上一见。 如美, 我觉得事情越发怪异了。 我的医术在国公府里毫无用处, 说算计我吧, 却从未要求我做任何事, 吃穿精细。 医书堆积成山, 供我慢慢翻阅。 难道是怕我医术上浅, 把人给致死了? 一定是这样。 所以我越发刻苦钻研, 务必一击必重, 解了秦文玉身上的毒。 世子妃, 刘府那边传来消息, 说您姐姐与人定亲了。 是那位跪在大门口的义永侯, 正是他。 下聘前几日, 刘家派人来请我回去, 一是给刘宝撑门面, 二是让刘府搭上国公府。 不去又不行, 做人真是难。 所以我选择去晚一些, 啥也不干, 吃好席就走。 只是义永侯府的聘力 实在是少得可怜。 刘宝气到眼红, 义永侯小声哄他, 他很快又好了。 我不解, 除了那张脸和花言巧语, 他图义永侯什么呢? 图他须有其表, 有个青梅竹马, 早早私定终身的表妹, 还是入不敷出, 快要揭不开锅。 可能是他想了太多福, 想去吃吃苦换个口味吧。 天天他还到我面前来炫耀。 虽然你嫁去了国公府, 可秦文玉他是个废人。 我就不一样了, 我嫁给了爱情。 我看着面前蠢出天际的刘宝, 心知但凡与他争执一句, 都会被他的蠢和无知传染。 所以我无所谓地说, 恭喜你啊, 得偿所愿。 刘宝愣住, 他以为我会嫉妒他。 我所嫁之人虽身体有缺, 但我没吃苦遭罪, 手里的私房银钱好东西越来越多。 偷偷置办了宅院, 田庄, 铺子, 买了丫鬟奴仆, 即便与秦文玉合理, 我也可以安稳度过余生。 总有你哭的那天, 他没头没脑丢下这么句话, 只高气阳离开。 以后我会不会哭不知道, 但他今日就被气哭了呢。 喜后, 如梅来说, 世子妃, 世子爷来接您了。 行, 咱们回吧。 刘宝自告奋勇送我, 看着大门外那华丽的马车, 恰巧秦文玉掀开帘子, 露出一张玉面, 眉眼含笑地看向我。 我清晰地听到身旁传来刘宝咬牙切齿的声音。 夫人, 为夫来接你了。 秦文玉说着, 是意丫鬟们扶我上马车, 彻底忽视了刘宝。 刘宝忽然说道, 秦文玉, 你可知晓刘姨他是个小偷, 他偷窃我的朱差首饰, 他, 啪。 没人看清楚, 秦文玉身边的小丝是如何将一巴掌扇在刘宝脸上的。 速度之快, 只觉得眼前有什么闪过, 然后巴掌声传来, 刘宝吃痛, 羞辱得惊呼。 我回过神, 看向马车。 秦文玉的小丝 恭恭敬敬站在马车边, 仿佛刚刚打人, 是我的错觉。 柿子飞, 请。 刘宝素来娇横, 哪里吃过这样子的亏, 他尖叫着朝我扑来, 被如梅等人拦住。 大小街, 请自重。 刘姨, 我要撕烂你的脸。 他欺软怕硬, 又不是我打的他, 他不敢去找秦文玉算账, 把怒气, 怨愤撒我身上。 住手。 父亲怒吓, 温氏将刘宝拉到身边。 秦文玉凉薄的声音 从马车内传来, 岳父, 令千金污蔑国公府 世子妃偷窃, 还请你给我, 给国公府一个交代。 父亲扬起手, 最终还是没能打下去。 许是心软, 许是舍不得, 也可能是权衡利弊后的选择。 秦文玉呵笑一声, 让如梅扶我上马车。 在外头我能绷得住, 上马车后, 我忍不住笑出声。 一用侯府来下聘, 刘宝被扇巴掌, 以后去了婆家人家, 会怎么看他? 他自己把自己挖了一个坑。 很开心。 秦文玉压根不懂我为何, 笑得这般开怀。 我自己却十分清楚, 多谢世子爷为我做主撑腰, 更要谢您相信我。 当年刘宝污蔑我偷窃, 我被罚在祠堂跪了三天, 他怕我偷懒。 派人盯着我, 一旦我坐在蒲团上, 就用鞭子抽我。 跪得我腿都要断了, 温氏怕我死在家里, 坏了刘宝名声, 借口将我送去庄子养病。 或西服所以, 我在庄子上遇到师父, 过了几年舒坦安逸的日子, 然后心也就野了, 再也不愿回到后宅囚笼。 世子爷, 您的药材要准备好了吗? 秦文玉沉默片刻, 快了。 她的快乐又过两个月, 还未有确切消息。 我能自由出国功夫, 还能在外头宅子里住一晚, 去庄子上小住几日, 跟老御医学习医术。 秦文玉很多时候被我抛之脑后, 她也不恼, 拿着书在一旁品读。 我偶尔抬眸看去, 男色或人都忍不住被勾的心跳加速。 在她看过来时, 心虚地挪开视线, 假装自己很努力。 秋去东来, 寒风凛冽。 我已经不太喜欢出府, 整日卧在老祖母屋里, 跟她老人家唠唠嗑, 给她读读医书, 一起听听戏。 打打落子, 将漂亮的珠子穿成串。 听老祖母也于秦文玉, 也格外好玩。 刘宝如愿在年前嫁给她的真爱, 天庄里国公夫人已准备好, 比我随便翻找出来的贵重几十倍, 真是便宜她了。 刘宝上教前哭得情真意切, 温室遵遵叮嘱。 她出嫁后, 格外喜欢赴宴。 不管香得臭的, 只要有人给她发帖子, 她从不拒绝。 还带着她那几个小姑子和表妹, 他们穿她的衣裳, 带她的差事, 用她的银子, 把她当冤大头, 却哄得她心花怒放, 心甘情愿。 真是个傻子。 国公府腊月初时要办个小宴, 国公夫人太忙, 让我帮忙盯着些。 我不会, 是真不会。 庶女根本没机会接触到中馈, 温室更不会教我们怎么管家。 不会没关系, 让你母亲教。 老祖母将我揽在怀中, 慈爱道, 既多不压身, 听祖母的。 我想了想, 也是这个礼。 起身给国公夫人行礼, 麻烦夫人了。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只要你愿意学, 我定不藏私。 我成了国公夫人的小尾巴, 学如何管家。 写情帖的时候, 我把刘府, 义勇侯府放在最后面。 我一点不想邀请他们, 可不请不行。 世人说我不孝可以, 连累国公服, 我过意不去。 刘宝带着一勇侯府女眷来赴宴那天, 她扶着婆母。 她婆母穿着的布料, 事物亦是她的嫁妆。 她对她婆母虚寒问暖, 小心妥协, 比丫鬟还细致。 得了夸赞, 她一副颇有成就感的样子。 我错愕好一会, 直呼掌见识。 这次小宴, 国公夫人让我全权拿主意, 我什么都不懂, 一点一点操持下来, 实在泪卷。 我歪坐在椅子上休息, 喝着人参乌鸡汤。 我以为你驾到国公府, 是来享福的, 如今看来也不过如此吗? 刘宝得意洋洋看着我。 我在侯府可不用做这些。 那你做什么? 我问她。 和妹妹们读书写字, 弹琴作画, 侯爷说管家繁琐累人, 他可舍不得我做这些事物。 他以为我会羡慕, 嫉妒。 真是蠢货呀。 侯府用她的嫁妆 养着一家子老小, 迟早将她吃干喝尽。 待她的嫁妆所剩无几, 她离死亡也就不远了吧。 我在她面前转了一圈, 看见我身上穿得用得了吗? 祖母、婆母、太后娘娘赏的。 我的嫁妆如今一点没动, 还多了许多呢。 这般暗示她要是不懂, 活该被欺骗, 被榨干。 刘宝瞬间双眸怒红, 你个蠢东西, 你以为他们为什么要给你这些, 那是因为秦文玉不良于行, 还不举, 我就不一样了。 侯爷与我夜夜生歌, 我父中只不定有他的骨血。 你妈, 怕是要独守空归一辈子, 老来无医。 我抹了一把自己的眼, 就不该心生怜悯, 她这种人活该被欺骗蒙蔽。 蠢, 太蠢了。 宴席后, 国公夫人夸我很有管家天赋, 让我好好学, 等到明年就把国公府给我练练手。 我可不敢接, 忙摇头, 直呼不敢, 她笑着没说话。 我总觉得她笑得高深莫测, 让我头皮发麻。 宫中年宴在大年二十八, 太后召我到跟前, 笑着夸了又夸, 赏赐丰厚, 引得不少人眼红。 大年三十, 我来到国公府第一次过年, 收到好多压碎红包, 也是第一次能上桌吃饭, 真真正正过年宴。 回到屋里, 我一个一个慢慢拆, 笑得浑身发抖。 发财发财了, 秦文玉将一个锦盒递给我, 给夫人的压碎钱。 我让她看桌子上厚厚的一打银票, 那些是长辈给的, 这是作为夫君给的, 意义不同。 再者, 药材都已寻到, 明年围扶这腿就麻烦夫人费心。 如此, 那我就确之不公了。 守岁的时候, 秦文玉跟我说起她曾经的理想, 报复。 我问她, 当初你想娶刘宝吗? 皇上出登基, 国库空虚, 我若不站出来, 刘宝便会进宫, 皇上与皇后娘娘情敌金尖, 岂能让这种人搅和进去。 牺牲小我, 成全大爱。 我佩服秦文玉, 也同情她的遭遇。 外头传来鞭炮声, 我看向秦文玉, 世子爷, 新年好, 夫人, 新年好。 我笑了笑, 等到给她解读, 她能自由行走, 我会离开。 我与她从来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 她高不可攀, 我低到尘埃。 越是相处, 越想治好她, 让她如曾经那般光芒万丈。 二月初, 我第一次给秦文玉解读, 她疼得死去活来。 三月的时候, 解读后的她, 已能站立片刻。 三月底, 义勇侯府才传出 刘宝有孕。 我只让如梅 随便送了点东西过去。 刘宝竟一而再再而三 给我送情帖, 邀我去侯府。 显摆之心不言而喻。 我将情帖丢在火盆里, 烧得干干净净。 我每天要学习医术, 要陪着秦文玉走路, 了解她恢复到什么程度, 更要跟着国公夫人学习中馈, 陪老祖母聊天唠嗑。 忙着呢? 八月底的时候, 刘宝生了。 是个儿子。 喜三我去看了一眼。 孩子挺壮实, 刘宝生她应该是吃了大亏。 等我见到刘宝时吓了一跳, 她现在肥瘦如猪, 是曾经的两倍大。 能平安生下这孩子, 真是她命大。 一用侯符想要她死, 更有可能想一尸两命。 回到国公府, 我与秦文玉说起这事, 她沉默片刻, 这事交给我来办。 秦文玉会让人把这事 透露给温室知晓, 他们要怎么做与我无关。 刘宝孩子满月那日, 她抱着儿子到我面前来炫耀。 世子妃比我还早出嫁几个月, 不知什么时候 能为国公府开支散业。 我皮笑肉不笑地盯着她, 侯夫人一个劲地 往我心窝子上戳, 想来是没拿我当姐妹。 也罢。 我们就此断了姐妹情分, 往后永不来往。 我根本不想搭理她, 尤其是今日见她一如既往 伺候着她婆母, 与义永侯情比金尖的样子。 恶心得我想吐, 她自己撞上来, 我不趁机断绝关系, 就是我蠢了。 秦文玉早已能行走自如, 慢慢养着明年就能继续练舞。 当初承诺为她解毒, 等她康复后合理。 我也该离开, 去见识更广阔的天地。 当真要合理吗? 我们当初说好的, 秦文玉看向我, 就没有假戏真做的可能。 我没有任何不良嗜好, 房中亦无切实通房。 我不能保证以后会如何, 但是此刻我是真心想留你。 我沉默了。 梁九说对秦文玉说, 世子爷, 我一直觉得, 女子的一生不应该就只是嫁人生子, 为夫君操持打理后宅, 教养述出子女。 我见过外面的世界, 我做过自由自在的人。 我割舍不掉那样的向往和期许, 我想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当初会找上你, 一是想给自己找个靠山, 二也是想验证一下自己的医术。 这一年多来, 谢谢您的照顾。 秦文玉想来是明白我这个人, 表面瞧着温柔是水, 其实格外固执。 祖母那边呢? 你打算怎么跟她说? 实话实说, 如今你身子康健, 想娶什么样的高门贵女都可以, 她老人家不是固执之人。 老祖母得知我要离去时, 瞬间红了眼眶, 她没有哭着强留我, 只说先不合理, 我在外头去小住些时日,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更说自由、理想、家, 其实可以兼顾。 让秦文玉写了和离书, 放在她这里, 一年半载后, 我还是执意和离, 她就把和离书给我。 只一点要常回来看她, 她也会经常去找我。 好, 我听祖母的, 搬出国公府, 看着堆满库房的东西, 我捂着嘴笑出声。 小姐, 您真舍得世子爷吗? 如梅问得我一愣, 那般风采绝绝, 笼张奉姿的公子, 谁能舍得呢? 且她本身也是个很好很好的人, 但我也不错。 同床共枕两载, 人非草木, 孰能无情。 但, 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刘宝的遭遇, 让我心生惶恐害怕。 若是他们要对我出手, 别说反击, 连自保的资格都没有。 总得有些属于自己的人, 有自己的底气。 我给了自己一年, 一年后, 秦文玉身边还未有别的女子, 依旧对我有情。 但我真的愿意为了情爱, 将自己困于内宅, 一辈子围着一个男人转, 为他争风吃醋。 我不愿意, 既然如此, 何必庸人自扰? 京城繁华地段的铺子, 一个萝卜一个坑, 并不好买, 我也没想把药铺开在这边。 贫苦百姓, 有贫苦百姓的疾苦。 那是我不曾见过, 也没有想过的贫寒, 我俗气, 爱财, 却又剩下点良知, 想做点有意义的事情。 矛盾得很, 京城素有东贵西赴南平北见之说, 我在南北各开了一间药铺, 请了座堂大夫, 一闻钱看诊开药, 也朝老百姓收购他们采集来的药材, 价格公道合理。 又从善堂挑选了二十个孩子, 教他们读书任子和医术, 许是撕心作祟, 挑的女孩居多, 生活忙碌却又充实。 除了秦文玉隔三差五来坐一坐, 偶尔还卸在我这边, 她待我与之前并无差别, 对于我的任何决定都很支持, 也给了不少帮助。 她与我说皇后娘娘生了个小公主, 皇上、娘娘肯定高兴极了, 已有三个皇子千盼万盼, 总算有了小公主。 皇上当场就赐了封号, 别人的父亲真好。 秦文玉呼得握住我的手, 姨儿, 我们当真没有可能了吗? 即便你是国公府世子妃, 依旧可以做你如今的事情, 没有人会将你拘于内宅, 你不想做的事情, 没有人会逼你去做。 管家可以有丫鬟、婆子, 孩子可以放在母亲身边, 那你呢? 秦文玉, 你呢? 我问他, 若是将来你厌恶了我, 我会放你自由。 天大地大, 我没想过四海为家, 我只是想要不曾得到过的自由, 可真正得到, 觉得也不过如此, 星空落落的。 这一刻, 倒是忽然落了地, 原来我也只是个俗人, 被红尘情爱牵绊了。 回国公府那天, 老祖母与我说, 自由并不是行走在外, 更不是说在内宅就被困住了, 只有你的心是属于自己的, 快乐的, 心中有爱, 有家, 完完整整才是自由。 我们身为女子, 想要在人世间单独行走, 难。 有时候, 身份会带来很多便利, 你也能帮助到更多人。 我就喜欢你这心性, 要是年轻个几十年, 咱们约个伴, 风风火火去干一场。 秦文玉忙喊, 祖母, 孙儿好不容易把人哄回来, 您可别又给哄走了。 瞧瞧, 瞧瞧这几眼的样子, 真是让我这老婆子开眼了。 老祖母又哄我说, 丫头, 以后你们好好过日子, 她要是带你不好, 你与我说, 我定狠狠罚她。 回到国公府的日子, 好像也没什么不同。 婆母给我不少可用之人, 她说不用试试我去做, 知道个大概, 掌握大致方向, 让下人去做就行。 也或许是公婆, 祖母给了足够信任, 宽容, 丈夫给了足够的爱, 支持, 让我有了底气, 也逐渐琢磨出 另外一种生活方式, 欢喜, 快乐, 洒脱, 有身孕时。 祖母, 婆母说不要抱饮抱食, 可少食多餐, 不要让自己过于臃肿, 行走不便, 把孩子养得过大, 难以生产。 御医把脉, 告知我怀双胎时, 素来不管我如何行事的国公爷开口道, 你外头那些事, 小事交给可信任之人, 大事让文玉去, 派人与我知会一生也可。 万事保重你自己, 与腹中孩子为先。 怀两个孩子, 很多时候我很饿, 硬是没有吃撑过一顿。 我知好歹, 更爱惜自己的性命和身体。 生下孩子, 真的又疼又委屈。 我只想好好地饱餐一顿。 秦文玉喂我喝汤, 你就不想看看俩儿子。 有祖母在, 还轮不到我稀罕吧? 也是, 有祖母在, 祖母后父亲, 母亲, 姑姑们, 一时半会还真轮不到我们。 她揉揉我的脸, 眼眶微微发红, 辛苦你了。 我懂了她不曾言说的爱, 和风细雨, 一点一点滋润我贫瘠的心。 双月子后, 我慢慢再次走出内宅, 走出国公府, 去做我觉得自由的事情。 我的小徒弟从二十个, 长到了四十个。 不单单是学医术, 也学刺绣, 厨艺, 算账, 管家。 我不是所有人的师父, 我教不了他们别的。 即便是医术, 我也没有那么登峰造极, 还口夸自己当是第一人。 但我能请来记忆高超的人, 教他们学别的。 有秦文玉明里暗里的支持, 保驾护航。 皇后娘娘加入后, 越发地如鱼得水。 私塾渐渐地只收女子, 从京城到各地, 不再是善唐无家可归, 被抛弃的女娃。 也有那些想要改变命运的女子, 不求大富大贵, 只求可以把日子过得好, 更好。 有家有爱, 是归宿。 有理想有远方, 有期许有希望, 那应该是自由的一种吧。 好。 好。 好。